柴虎,这大朝鲜,著名的羊羔肉 这个多少钱?40亿斤 那怎么卖呢?我们怎么买呢? 要就买一个 买一个也吃不掉呀,一个有多重? 这是一百多块 这是火烟吗? 那怎么有人说死羊羔肉怎么可能呢? 死羊羔肉也没有人卖也卖不掉呀 你干个有三十年? 八八年开始干的 八八年开始干的 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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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口味呢? 红烧 红烧 他要买一次,我们怎么买呀? 是什么呀? 一边小说,羊羊羔肉给我呢? 没有 羊羔肉也是给我买的 你干什么呀? 你一顶 小姐一过,今天都能卖掉吗? 我看这个少子不好吃,大爷少子好吃 我们来买一次 哪羊羔肉吃呀? 羊羔肉,他可以有羊羔肉呀? 羊羔肉,两羊羔肉是个样子 你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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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买一只羊头 买一只羊头 买一只羊头 你不想买一只羊头 好,买一只羊头 买两只羊头,你给一个 这一只多少钱? 也许40 好,买两只羊头 好 我们搞两个小的 你看这几个羊头 你以为我们吃不了呀 吃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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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两个多重 吃哪里没有吃? 拎起来就吃 好 是这个吃? 好 好 多少钱? 一斤一两 一斤一两 四十二 我来买的 四十二 四十二 好 老爷子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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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用了几个月的药物? 十天左右 10天左右的 这也是本地的一个特色 40到这 今天唐哥请客吃鸭头 总之我们吃了鸭头了 我看视频过来也都说这个鸭高好吃 这个太大了 10天左右的鸭 这一个有多少大鸭 有两个鸭一个三十几 就是一百块钱一个 一个鸭不到一百块钱 八十多少钱 一百多块钱 一百多块钱 他想在这个火里对多长时间 我说说大概的 九百二十 九百二十 这个大火的 一百块钱 你这一天能卖鸡鸡这样的 你这一天能卖鸡鸡这样的 一百块钱 那一天 我昨天 昨天卖的都 昨天 昨天卖的 昨天卖的 昨天卖三四果 三四果有 有二三十只 昨天卖五六千块钱 五六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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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人 嘲笑人口重 有这么多羊羊羊羊吗 他这边 他是给你专购的 还是怎么 有专购给送的 这也是 我发现 这个羊羊袋 就跟兔头 你看 超级大兔头 这也是他头现在 一个大特产 对 羊羊羊你可吃不 我没吃 我也没吃 我第一次见 我们吃羊羊羊羊羊 哎呀,这豆沟,看这鲁铁罐漂亮的 他要卖就卖一只,你应该半只半只买,我们搞了半只尝尝 这就是一只,一整只,这要有三斤多四斤,四斤左右,三斤左右 估计这个小羊肉好吃,它嫩,对对对,它一个地方能坐下来的肯定有它的多套制度 88年开始干,这都多年,32年了,32年了 它的口味不合,它早失败了,是吧? 你吹一下秋冬,我每天都在这卖啊,大家 对,像咱这个做羊锅肉的现在咱这边有多少家? 咱这边做这种像你这种羊锅肉的现在有多少家? 现在你我这一样,哈哈 它这后边摄影这么好,干什么呀? 有了,干什么呀? 今天太冷了 不错 它那不好摔 我们今天在朝鲜起的中火味的,叫杨高头 我还欠来一碗酒,欠来叔叔。 这个杨高头和兔子同样,我要来品尝品尝,看这个老四到底讲的可好吃。 他就把这个卤兔子的眼光下来。 他的颜色也挺漂亮。 它是红色。 拿个大铁兰子,拿铁兰子。 先放桌子一会弄。 这一把,喝! 他这个口味是鲜鲜。 这种口味。 太复朝鲜人,正口味了。 这个,做不甘口味,我吃不下去了。 我还不喝点杯酒了,吃点大蒜头。 让我老命来饱。 这些口味是不够了。